在南洋被偷你怎么看 关于点围在南洋被偷了双几这件事 许多人问我怎么看 还有人问我是不是点围自己丢的 点围不要双几了 理由是说点围是武器大师呀 他有匕首大斧撩几长刀长矛长几 武器太多了呀用不过来呀 所以故意丢掉了双几 不是被偷是他不要了 也有人说是不是点围的匕首大斧撩几长刀长矛双几 都是在南洋被偷了 他只剩下长矛了 所以最后一战他只能用长矛 里面周氏在演奏音乐呢 点围听音乐呢 一回头东西都没了 是不是连他的众医双凯都被偷了 包括里面的内衣都被偷了呢 所以点围最后一战防御力不行 其实吧这都是演艺 历史上没有点围被偷的记载 另外一个著名的被偷的桥段 周瑜的信被偷了 也是演艺编的 蒋干历史上没有到过信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 蒋干是废柴吗 有仪荣以财辩建成 独步江淮之间墨语为对 你管这叫废柴吗 有人说了 但蒋干干的事情很废柴呀 那好我们来和演艺一一对比 这里是超映和干货连载 三国蜀汉传的第45集 蒋干道书的真相 演艺里蒋干对曹道说 我和周瑜是同学 像亲兄弟一样 那历史上呢 蒋干是扬州九江郡人 周瑜是扬州卢江郡人 两人都不是一个郡的 这关系称死了叫同周礼 相当于今天的同省老乡 蒋干说了 我是安徽的 周瑜说 我也是安徽的 只是同省而已 史书里并没有记载 两人是同学 更没有记载 两人像亲兄弟了 能确定的 只是两人曾经认识 具体是什么交情 史料没有写 演艺里蒋干说 自己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能让周瑜投降 一起抓刘备 首先刚才说了 历史上蒋干以才变建成 独步江淮之间 墨语为对 所以演艺里写他 对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很有信心 这个完全没毛病 但是蒋干说 让周瑜一起来抓刘备 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为什么呢 三国志周瑜传 裴松之引用江表传记载 初曹公文鱼 年少有美才 未可游睡洞也 乃密下扬州 前九江蒋干 网见鱼 曹操让蒋干来说服周瑜 并不是赤壁之前 曹操在荆州的时候 不是这个时候 是更早 说曹操秘密来到扬州 派遣蒋干 这个时候曹操还没去荆州呢 罗冠中修改了时间 把蒋干挖周瑜的时间 放在了赤壁时期了 这个是重大的问题 它造成了一系列的不合理 咱继续看演艺 说周瑜见到蒋干的第一句话就是 子意良苦 远射江湖 深授为曹公做说客耶 有人说了 罗冠中写的周瑜也太直接了吧 开门见山 第一句话就点破了蒋干是说客 其实吧 这里罗冠中偷了个懒儿 罗冠中只是把史料 直接写进了小说里 演艺说 蒋干傻了 愣住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 过了半天才回答了说 无语足下 间谍久矣 尽至威震江东 名阳华夏 故来叙旧 以观其至 何以武做说客耶 你蒋干作为使者 人家一句话就把你说懵了 你要思考半天 才回答出来一句 按演艺这么写 那蒋干确实是个废材 那历史上的蒋干呢 史料里的蒋干 当然不会傻呆的论半天 史料里的蒋干 直接就回答了 说 无语足下周理 中间别阁 摇文方列 故来续阔 并观雅归 耳云睡客 无奈逆炸乎 我们来对比下两者的区别啊 演艺里说 我来叙旧 来看看你的志向 为何你要怀疑我当睡客呢 史料写的是 我来叙旧 同时来欣赏你高雅的分范 你却说我是睡客 这不是反向炸我吗 对比一下 史料写的更符合逻辑 在演艺里 你蒋干来观察周瑜的志向 你想干嘛 周瑜的志向 无非几种可能 A可能A志向 投降曹操 那你蒋干可以代表曹操 直接给周瑜办入职手续了 因为你的睡客呀 B志向独立 摆脱孙权 那你蒋干可以代表曹操 来跟独立的周瑜谈联盟了 因为你的睡客呀 C志向 周瑜不跳槽 死中孙权 那你可以开启你的挖人了 因为你的睡客呀 所以你来观察我周瑜的志向 这个行为 这就说明了你是来当睡客的呀 就好比一个竞品公司的HR 或者猎头来对你说 我来了解一下你的职业规划 你怎么能怀疑我是来挖你的呢 那你猜呢 你如果不想挖我 我的职业规划跟你有啥关系呀 所以为什么演艺里的讲干像废缠呢 就是这么回事呀 那周瑜什么反应呢 继续看演艺 周瑜说 我比不上春秋时的音乐家 诗矿那么聪明 但我听到情声 也能感受出曲子要表达的含义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张嘴 我就知道你想干嘛 你别演示了 我知道你是来当睡客的 这句话也是史料 罗冠宗再次把史料写进小说里 那讲干什么反应呢 演艺里讲干不承认 讲干还说了 足下世人如此 武告退 那意思是 你竟然这么看我 非说我是睡客 那我走了 周瑜笑着把讲干拉回来 入账 那史料里呢 周瑜直接点破 历史上的讲干什么反应呢 历史上的讲干 没再说话 直接入席了 我们来小节对比一下 演艺里的讲干 被周瑜开门见山给说愣住了 愣了半天才回话 历史上的讲干没愣住 是立刻回答 演艺里的讲干 说来观察周瑜的志向 语言里暴露了自己的目的 历史上的讲干 没怎么干 演艺里的讲干 在周瑜再次揭穿后 还狡辩 还玩什么 你再说我 我就走 我玩这一套 历史上的讲干 不说话 所以对比来看 历史上的讲干 更淡定 更平和 你开门见山 我不卑不亢 你再次揭穿 我不承认 我也不反驳 主打一个淡定 继续看 演艺里周瑜摆了酒夜 喊来许多将官 跟所有人说 讲干是我兄弟 虽然是曹操的人 但不是来当说客的 然后周瑜对泰史词说 我的配件给你 今天谁聊 曹操和江东军事上的问题 就斩了谁 讲干如坐针扎 注意 这个地方演艺写的不对 因为泰史词206年就死了 不可能出现在208年的赤壁时期 演艺里 讲干反复说 我不是说客 那你不是说客 咱就叙旧 不聊正事 谁聊砍谁 那史料里呢 周瑜请讲干入军营 白酒夜就正常吃饭 有的说了 讲干都默认了 周瑜为什么不轰走讲干呢 因为时期不一样 演艺里是赤壁之战前 曹操和江东是敌对关系 敌人派来说客 其实应该轰走 但史料里 讲干来周瑜这里 是之前的事 孙家和曹家没有翻脸 相反他们是盟友 孙策的大堂哥 孙奔的女儿 嫁给了曹操的儿子曹张 就那个黄虚亚曹张 孙策的青四弟孙匡 娶了曹操弟弟的女儿 盟友关系 盟友派来HR 想挖人 就算拒绝 也不能轰走呀 也得招待人家呀 而且这个HR 还和周瑜之前就认识 怎么也得招待呀 有人说了 那历史上既然不轰走 讲干就有机会了呀 他可以在酒宴上 尝试说服周瑜呀 非言 周瑜的开门见山 和再次揭穿 只有两种可能 一周瑜很坚定 我不会离开江东 如果是这样 尝试说服无效呀 二周瑜是装诚很坚定 装给人看的 如果是这样 那不用说服 需要等 等到适合的机会 周瑜会暗中 跟自己说实话的 所以讲干要做的就是 我不能走 我要多待几天 我要给周瑜私下里 找自己说话的机会 那结果呢 历史上酒宴吃完了 周瑜对讲干说 我有机密事物要处理 你去招待所休息 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了 我会亲自去找你 这是历史啊 那如果你是讲干 你什么感觉 有 周瑜还要去招待所 亲自来找我聊 有戏呀 如果没戏 吃完了 直接打发我走不就得了吗 他还让我等他 还要亲自见我 这没必要呀 说明有机会 我再等等 他那个开门见山 那个再次揭穿 说不定做给人看了 历史上 讲干就等着 等了三天 周瑜邀请讲干 与他一起到 均匀的四周去观察 寻查了仓库和军用物资 以及武器装备 那演义怎么写的呢 演义没写 周瑜去处理事务 要讲干等几天 演义就在酒宴上 周瑜说了 我从来不喝酒 今天老同学来了 我高兴 我喝点 周瑜就喝了点 然后装醉 因为他先立了自己 不喝酒的人设嘛 所以喝一点就意思 我醉了嘛 这就是骗讲干 不知道自己的酒量 装醉之后呢 周瑜干嘛呢 带着讲干 看自己的军队 看自己的粮仓 哎那个粮草呀 堆积如山 还问讲干嘛 我的军队雄不雄壮 我的粮仓冲不冲出 我个人认为 这一段编的非常不合理 有人说了 咋不合理 这不跟史料一样吗 你史料里面 不也是周瑜带讲干 去看军队 去看粮仓吗 不一样 历史上 此时的孙家和曹操 是没有关系 周瑜带着讲干 看粮仓 展示一下实力 很合理 因为这个时候 原家还活着呢 曹操不可能 立刻来打东吴 我暴露 我的粮仓给你看 没什么大不了的 看就看呗 但演绎可不是 演绎这个时候 曹军和东吴 大战一触即发 在这个时候 你周瑜把堆积如山的 粮草位置 暴露给蒋干看 你咋想的 这就好比 关渡之战的时候 曹操派人去挖淳雨琼 淳雨琼能把乌朝 堆积如山的草料 展示给人看吗 这不有病吗 这是怕曹操 不知道粮草在哪吗 所以呀 虽然历史上 周瑜干了这事 但环境不同 时期不同 罗关宗直接硬把时间线 改到了赤壁 这个行为就不合理了 时料里 看完了军队和粮仓后 周瑜向蒋干 展示了孙权赏赐 给他的随从 服饰 以及珍贵的晚赏之物 孙权爱送周瑜衣服 这个是有记载的 一年送了一百多套 平均每三天 孙权送给周瑜一套衣服 然后时料里 周瑜对蒋干说了 你放弃吧 就是苏晴跟张仪来了 也不可能说服我 这就很奇怪了 既然周瑜没有被说服的心 那他干嘛不直接让蒋干走 他让蒋干待三天干嘛 又带着蒋干 看军队 看粮仓 他到底要干嘛 历史上周瑜说了 丈夫处事 欲知己知足 外托君臣之意 内劫骨肉之恩 言行既从 祸福供之 这一段乍一听 感觉是周瑜对孙权很忠诚 下面是我的独家解读 一家之业 姑且听之 言听计从到底是谁对谁言听计从呢 这我们就要看一下当时周瑜和孙权的能量对比了 史书记载的是 长使张昭和中护军周瑜 长重视 通俗点说 所有的事都是张昭和周瑜说了算了 那自然是孙权对周瑜言听计从了 周瑜对蒋干说 其实在东吴孙权对我言听计从 你看到了吧 这里的粮仓都是我的 我是全城 你竟然跑过来挖我 搞清楚 听说过挖统帅的 你听说过挖全城的吗 兵权不在汉县地手里 在你曹操手里 兵权也不在孙权手里 在我中护军周瑜手里 理解了吗 我和孙权的关系 我也给你讲明白了 你回去复命去吧 这就完全超乎蒋干的预料了 蒋干一开始想的是 要么周瑜对孙权忠诚 是真的挖不动 要么周瑜对孙权忠诚是装的 周瑜会私下跑过来和自己密谋 但结果呢 已经不是周瑜对孙权忠不忠诚的问题了 是要讨论孙权对周瑜忠不忠诚的问题了 那最后孙权对周瑜忠诚吗 当然没有 孙权和刘备玩来制衡周瑜 又用心腹鲁肃 接管了周瑜派去的军队 所以孙权不忠啊 这是后话 那现在蒋干什么反应呢 蒋干有没有很震惊呢 蒋干什么表情呢 史料里写的是 蒋干微笑 什么都没有说 看看 蒋干淡不淡定 从头到尾淡定 作为使者 没有给曹操丢一点人 那蒋干回去怎么向曹操复命了呢 史料记载 蒋干说 周瑜雅量高致 非言辞所见 注意 蒋干说周瑜挖不动的原因 不是因为周瑜忠诚 是雅量高致 那个猎头 你为什么没有挖动 他们公司的总监 回答 因为那个总监气质不一样 这算啥回答 你咋不说挖不动 是因为周瑜爱吃小熊饼干呢 反正是无效回答 回答啥不一样 历史上蒋干见周瑜 就这么多了 但演艺还在继续 演艺里周瑜假装喝多了 带着蒋干看军队 看粮仓 然后耍了个九分 给蒋干表演了个小节目 要舞剑作歌 这属于freestyle 大丈夫 厨师系 立功名 功名 记立系 王叶成 王叶成系 四海清 四海清系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 无将最 无将最系 无双分 立功名 王叶成 你觉得这是一个公司总监 该说的话吗 如果你是老板 你听见总监说 他要立功名 王叶成 四海清 天下太平的时候 你啥感觉 你会不会说 本老板 誓死孝宗 总监大人 所以呀 我个人认为 罗冠中编这段 freestyle的时候 属于是这段 史料吃透了 当了一回周瑜的嘴涕 把周瑜想讲 但是不能讲的话 让周瑜在小说里 装醉的时候 讲得出来 有人说了 三国演义 我也看过 我咋没这感觉呢 那是因为 我说的三国演义 是明朝版的 你看的是清朝版的 清朝人给删减了 有人说了 为啥要删呀 咱先不研究 这段歌词 忠不忠的问题啊 我就问你帅不帅吧 乍不乍吧 刘备军是主角 怎么能让周瑜这么帅呢 这位说了 不对呀 你不是说 罗冠中一只黑周瑜吗 那他怎么能把周瑜 写这么帅呢 回答 罗冠中就这段歌词 写出了周瑜的不诚之心 这是不是在黑他 但清朝人能看见 就太帅了 不能那么帅 改 改为 丈夫处世系 立功名 立功名系 未平生 未平生系 武将罪 武将罪系 发狂瘾 你对比一下差距 王叶成 四海青 天下太平 全没了 精髓全部删掉 演义里 后面就大家最熟悉的桥段 讲干道书了 过程我就不啰嗦了 反正内容是虚构的 演义里这个设计 把讲干写得更像的小丑 彻底丑化了讲干 但最重要的 我们要说一下 演义里这个结局 说曹操相信了书里的内容 一怒之下 把蔡茂和张云给杀了 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这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荆州的刘从 蔡夫人 蔡茂张云 全部是倒霉蛋 他们在投降了曹操过后 他们的结果呢 全部被杀 没有一个好结局 演义里写 曹操派于静 杀了刘从跟蔡夫人 这全是瞎扯 首先我们看历史 站在排桌思维 曹操不能动这些人 你敢动这些人 荆州你还要不要了 你把他们干掉 其他荆州人还敢投降吗 曹操刚起家的时候 杀了演州的边让 导致演州大崩溃 所以现在借曹操八个胆子 他也不敢杀蔡茂和刘从啊 在交情上 蔡茂跟曹操是发小 史料记载是 少为曹操所亲 就是蔡茂未成年的时候 就被曹操给亲了了吧 就和曹操很亲近 所以蔡茂的亲姐姐蔡夫人 是不是也是少为曹操所亲呢 这种交情杀啥呀 而且蔡茂的亲姑父张温 就是曹操的爷爷曹腾提拔的 两家的交情摆在这里呢 史料记载 曹操到了荆州的时候 去蔡茂家 直接走进蔡茂的卧室 呼叫蔡茂的老婆孩子 看看什么关系 蔡茂投降曹操后 坐到了掌水校位 这个官职 本来是皇城进军校位之一 但曹操的进军 现在变成了中领军和中护军 他们统帅了五军 所以原本的进军校位 全部成了虚职 就是领工资不用干活 就是个吃工资的 在爵位上 蔡茂是汉阳停侯 吃一个停的十亿 有人说了 蔡茂咋才是个停侯呀 一来曹操没占住荆州 荆州士族无法源源不断的 给曹操供应资源了 那你的价值就小了呀 你还想分多高 要么就是你要有军功 侯是和军功挂钩的 所以你看三国里 很多谋成的侯 是没有武将高的 因为谋成的军功少 你蔡茂没有军功 又不能持续给我输送资源 给个停侯不错了 刘从呢 被曹操分为青州刺史 后来改为建议大府 分裂侯 虚职 吉祥物 吃十亿 最有意思的是 裴松之引用的史料里 曹魏发的官方文件里 是这么说刘从的 青州刺史 从 心智高洁 智升绿广 清荣众义 薄力厚德 虽分裂侯一周之位 由恨此宠 未负其人 给你分侯 给你分一周的刺史 这种恩宠都配不上你 你太牛了 你的才华品德不得了 可是没有刘从的粉丝 要的有一定会说 那你看看 史料里面都说了 刘从的这个才能 品德不得了呀 这种是官方文件 你看看就好 和今天公司里 发的这个文件 是一样的 这就属于写的人 自己不信这个内容 看的人 自己也不信这个内容 但是有趣的是 很多后人信 也许一千八百年后 后人挖出了一份 今天的公司文件 作为考古 说看 这个文件里说了 李经理上学的时候 品学兼优 这说明啥 说明李经理 这个历史人物 品德非常好 记录下来 可以作为史料 作为证据 好我们再回到蒋干 历史上的蒋干 是有仪荣 有分度 很淡定的使者 演绎里成了废柴 更神奇的是 罗冠东虚构的 这段故事 在一些记载里面 因为这个故事 竟然害死了 袁从幻 这也很有趣 当然历史上 袁从幻的死亡 他不简简单单 是蒋干道书 也不简简单单 是毛文龙之死 他是一个复杂的 牌桌博弈事件 不是那么简单 好本集结束 这集有个好玩的特点 就是蜀汉传里面 今天没有提到 任何蜀汉人物 好下集就有了 下集我们 草船接见